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四月十七號的公視早安新聞 我是朱鳳志 首先帶你來看到前建國奏專案周籍人 也是國安會資委黃樹公 昨天晚間發聲明證實 已經向總統蔡英文請辭 他表示請辭是身心俱疲 與他人無關 更無關任何政治因素 呼籲有心人不要再打擊 軍人的名譽和士氣 否則國家的未來堪憂 前建國奏原型建海坤後 日前在博港測試階段 但身為前建國奏專案周籍人 國安會資委的黃樹光 已向蔡總統請辭 十六日晚間他發出聲明 表示請辭是身心俱疲 與他人無關 更無關任何政治因素 未來將以民間人士協助 臺船與海軍奏舰提供各項諮詢 而黃樹光的妹妹 立委黃珊珊也走就知情 目前總統蔡英文還沒批准辭辰 總統府僅表示了解中 而前建國奏歷經二十個年頭 終於等到海坤後問世 黃樹光身為重要推手 任內帶領團隊突破重重困難 取得紅區裝備 雖然捲入泄密風波 依舊堅守崗位緊盯進度 黃樹光在聲明中也呼籲 有心人不要再有惡意的攻擊 敗壞社會風氣 不要再打擊軍人的名譽與士氣 否則國家的未來堪憂 對於有特定名嘴稱透過前建國造 收取不正當利益 黃樹光也已正式提構 黃樹光一旦請辭獲准 傳出國造前建專案小組也將解編 外界擔憂影響七艘後續建規劃 對此也傳出總統府與國安會 將設立先進國防事務辦公室因應 目前規劃三加二加二三階段方式 繼續打造前建 准總統賴清德以表態全力支持 為前建國造注入強心計 學者指出海坤後加上七艘後續建 海龍後 海虎後 海軍將能籌組前建部隊 有效反制中共水面艦 記者黃子傑 謝其文 朱鳳之中建綱 綜合報導 副總統賴清德昨天下午前往台中 訪視空軍防空機飛彈指揮部所屬部隊 以及空軍第三戰術戰鬥機聯隊 感謝國軍官兵堅守崗位捍衛國家領空 賴清德表示因應中國在區域間各種常態化 的灰色地帶洗柔 空軍防空部隊必須要二十四小時 保持戰備狀態 不僅要緊盯雷達監測 掌握情資 更要能夠隨機應變 責任非常的重大 而空軍第三聯隊 則是登附捍衛領空的使命 也派遣天驅部隊輪駐馬工 進行防空攔截以及聯合作戰任務 在清泉岡基地的警戒室 二十四小時都有飛官輪值 作合立即升空的準備 陸軍年度演訓重頭戲神音操演 昨天是在屏東縣港仔大沙漠舉行 而中科院研發的陸射近二飛彈 也首次在屏東的九棚地區參與演訓 OH-58D戰艘直升機瞄準海上靶船 發射地獄火飛彈精準命中目標 陸軍重要年度操演之一神音操演 十六號在屏東港仔大沙漠登場 陸軍模擬敵方裝甲車武裝直升機 分別從海空進犯派出阿帕契直升機 戰艘直升機發射地獄火飛彈 刺針飛彈順利殲滅目標 此外中科院研發的野戰防空系統 陸射箭二飛彈 在屏東九棚地首次參與實彈射擊訓練 規劃射擊三枚實彈一次追鳥 共四個拖把成功命中把機 陸射箭二是天劍二型飛彈的衍生型 以太壞民國七十六年成軍 面臨受其以及消失性傷源的限速防空飛彈 與萊茲雷達系統 肩負中低層防空 記者沙晏其中建綱綜合報導 天氣資訊來看到 隨著封面雲系北移水氣減少 大部分地區都會回復到穩定悶熱的天氣形態 高溫會來到三十到三十四度 近山區附近的溫度還會再更高一點 中南部以及東南部地區會有局部三十六度以上高溫出現的機率 尤其要注意到東南部地區可能會有焚風發生 而今天金門 馬祖還有清晨的中南部地區 容易會有局部物或低雲影響到能見度 目前金門還有馬祖都已經出現了能見度不足兩百公尺的現象 氣象署也針對台南屏東發布了橙色燈號 也就是會有連續出現三十六度或是以上高溫發生的機率 高雄還有台東則是黃色燈號 大家外出要請注意防曬 並且多多地補充水分 另外我們透過雨量圖可以看到 中午以後在北部山區 東北部山區還有東部的山區 會有局部的短暫午後震雨 晚上開始封面再接近 金門還有馬祖都會轉為有短暫震雨或是雷雨的天氣形態 到了入夜之後中部以北地區降雨機率會逐漸的提高 要請多注意天氣的變化 繼續來看到因為氣候變遷的影響 全球正在經歷第四次的大規模珊瑚白化現象 有科學家就提出了警告 這一次的範圍比過去更廣 而且海水溫度不斷的升高 未來全球可能會有高達九成的珊瑚交會消失 原本美麗的海洋生態美景 因為珊瑚大規模白化 顯得毫無生命力 最近許多國家研究機構都警告 由於氣候變遷導致全球海水溫度 逐漸升高 世界三大洋的珊瑚生態系 備受威脅 正經歷第四次大規模白化現象 珊瑚礁是維持海洋生物多樣性的重要生態系統 也是許多國家的觀光資源 珊瑚在面對環境壓力時 共生的蟲黃藻會離開珊瑚體內 進一步造成珊瑚白化 如果白化情形嚴重 珊瑚就會死亡 過去全球珊瑚大規模白化 都發生在聲音現象期間 上一次是在二零一七年結束 時間長達三年 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指出 本次大規模白化 遍及至少五十三個國家和地區 可能是至今為止 範圍最廣泛的一次 每一次全球性大規模珊瑚白化現象都比前一次還嚴重 這次則是十年來第二次發生 許多科學家認為 儘管目前的地表溫度 只比工業化前高了一點多度 卻已經跨越了珊瑚礁生存的關鍵門檻 預計未來全球將有百分之七十到九十的珊瑚礁會消失 有非營利組織就指出 珊瑚礁消失恐怕會危及全球 約八點五億人的食物或工作機會 超過四分之一的海洋物種 將失去棄息地 工時新聞兩岩編譯 一起來看今天的早餐速報 首先是自由時報 十二署公布了二十項邊境檢驗 不合格名單 其中日本出口的營屋賊 被點出了一級致癌物重金屬格 超標三倍 同一家輸入業者 已經是半年之內第二次日本污賊檢出格 所以將會調整為逐批茶驗 另外韓國辣椒粉檢出農藥殘留抽標 也持續逐批茶驗 中央時報繼續來看到中東情勢升溫 加上美國降息可能延後攪局 昨天啞股市一片慘淡 臺北股市開盤灌破兩萬點大關 中場中錯了五百四十七點 是臺股史上第十二大跌點 市值蒸發了一點八九兆元 聯合報我們繼續來看到 桃園市大園中立青浦地區以及一文特區 昨天下午到晚上有多個地區陸續停電 累積影響了上萬用戶 而新北市的中和區連城路和中正路 昨天下午也無預警停電了三個小時 一共是有兩千多個人受到影響 繼續來看到準行政院長卓榮泰 昨天公布了第三波內閣人士名單 在財經部會方面 除了財政部長莊翠雲留任之外 其他都是來自於學術界和產業界 卓榮泰形容他們是智慧創新內閣 轉總統賴清德新任內閣 第三波人士十六號出爐 轉個魁卓榮泰一口氣揭曉六位內閣名單 多是學術產業人才聚焦行動創新 包括崇岳集團董事長郭志輝出任經濟部長 國發會主委由資成創新諮詢 公司前董事長劉敬青出任 政大保險系教授彭金龍出任金管會主委 出發部長由中原院資安學者黃燕南出任 工程會主委由宜蘭縣前縣長陳經德出任 南台科大校長吳成文則是出任國科會主委 其中準經濟部長郭志輝被稱為斜槓經紀人 橫跨多領域擁有廣大人脈 被向眾具備打造產業國際供應鏈的豐富經驗 而民眾關心供電問題 將是郭志輝就任後面臨的重大挑戰 佐龍泰下達指示務必確保穩定供電 發展多元綠能 至於書發部部長唐鳳沒有留任 敢由資通領域專家黃燕南接掌 佐龍泰表示黃燕南具備資安通信 AI專長是極佔力 肩負重任要在守護資安的第一線強化防炸 此外宜蘭縣前縣長陳經德 接任工程會主委 但過去曾遭監察院彈劾 個人爭議不斷 佐龍泰表示陳經德受到申戒 是九項太陽中最輕微的一項 不影響續任公職的權利 針對國安團隊人士尚未公布 總統蔡英文十六號接見紐西蘭 國會跨黨派友台小組訪台團 至此時證實總統府秘書長林佳龍 將接任外交部長 今天一起揮媚的我們總統府 林佳龍秘書長 也是我們下一任的外交部長 以及我們現任的外交部長 也是未來的國安會秘書長 吳釗燮 至於外交部長吳釗燮 未來轉任國安會秘書長 蔡總統表示 近年印太區域面對許多挑戰 民主國家要共同合作 維持區域和平穩定 記者黃紫蝶謝謝新聞 太陽報導 雲林地檢署日前偵辦 二類電信公司詐欺案 意外發現NCC的前委員蕭其鴻 卸任後以每月五萬元的薪水 被聘為二類電信公司的顧問 檢調認定他沒有遵守旋轉門條款 依照違反公務員服務法起訴 面對鏡頭口條清晰的前國家傳播委員會委員 蕭其鴻 過去常接受媒體採訪 不過他在卸任以後 轉戰二類電信公司顧問 但這間電信公司日前遭到雲林地檢署查出 沒確認客戶身份 銷售大量黑莓卡 給詐欺集團使用 詐欺集團以人頭卡門號 蒐集國內外人士各司 偽造KYC使命認證 依加重詐欺和洗錢等罪起訴二十二人 通訊傳播委員會前蕭信委員於離職後 致該二類電信業者當任顧問一職 涉嫌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二十四條 第十六條旋轉門條款於日前提起公訴 儘量發現蕭啟宏以每月五萬的薪資 擔任二類電信公司顧問 蕭啟宏的經歷也遭起敵 除了專攻電機電子通訊傳播監理 還曾任NCC委員 秘書室主任兼發言人 事件破關後NCC警發聲明回應 蕭信前委員卸任離職後 以違反公務員服務法 旋轉門條款 擔任二類電信業者顧問 日前遭地檢署起訴在案 NCC表達震驚和高度遺憾 全力配合檢調調查 誤網誤眾 微杜絕公務人員違反旋轉門條款 專家監已能提高罰金藉此嚇阻 至於是否有其他人員涉入 檢調日前前往二類電信公司 將部分員工帶回持續擴大追查 記者原始郭俊麗 王偉雄 臺北雲林報導 華聯世代會主席李政偉 則是涉嫌為詐騙集團洗錢 在上個月被約談之後 是以一百萬元交保 檢檢在追查 發現他為了洗白髒款 還進一步透過加密貨幣洗錢 而對方則是在住家乘租了 兩臺入金機洗錢 掩護髒款 多名特勤警力抵達嫌犯住家 全副武裝破門攻堅 全臺六縣市兵分多路出擊 在屋內搜索甚至還發現了大型入金機 不用透過銀行 他就可以直接把錢存入 類似存款機的概念 這一台的機型的話 他是可以存八千張 就是可以存到八百萬的錢 這台設備功能 類似ATM 把錢存進之後 由保全登門來收款 協助匯入指定帳戶 就是看準這點 不法分子找上保全公司簽約 在住家設置兩臺入金機 月付四萬多成租 詐騙集團可能可以用來 譬如說到銀行去 零貴在存款的時候 可能會收到的任何的結問 或者是說在大筆現金 在身上移動時可能造成的風險 全案會曝光 與花蓮市民代表會主席 李政偉涉及的這起案件 有關係 警方接到報案 二十多名被害人受騙假投資 髒款全留到李政偉名下公司戶 不法金流超過八千萬 他又涉嫌以現金交付自稱 必傷的裝信案字 對方存到入金機後 雙方再進行加密貨幣交易 層層射斷點洗白髒款 這回一共逮捕十二人到案 使用入金機洗錢 警方聲稱是全臺首件 銀行局身為相關業務的主管機關 副局長回應 銀行提供入金機都會做客戶審查 與評估 只要存入超過五十萬 就要做大額通貨交易通報 但還未清楚這次案件 是否有金融機構設置 有沒有涉及疏失 仍需釐清 記者陳冠希 佳振林 臺北報導 臺鐵公司化之後 第一次週末放榜 但是錄取人數不如預期 有民眾是覺得最低企薪 只有三點三萬 條件很難吸引人 而臺鐵則是預計在四月底 規劃第二次週口 以補足人力 臺鐵百年老店改制 今年元旦公司化 迎接嶄新氣象 不過公司化 首次舉行的招考 週末九百三十六人 放榜後證取 卻只有七百五十六人 不如預期 尤其臺東段電機人員 預計週末七人 卻只有一人報名 而且沒有錄取 針對本次招考最低企薪 三點三萬元 有民眾認為 還要有專業 並且配合輪班 實在很難吸引人 台鐵改制沒有公務員鐵飯碗的光環加持 就得要跟一般行業比 但除了企薪相對低 台鐵產業工會也指出 如果擁有電焊 高空機 堆高機等相關症状 在業界是加分條件 但在台鐵只是空有專業 卻沒有任何一毛錢的夾擊 台鐵則回應 台東電力段不足額的部分 將由去年底鐵路特口受訓 及格相關人員先行吊派因應 並將在今年四月底從業人員報道後 立即規劃第二次周口 持續增補人力 但是工會認為 誘因如果不增加 可能仍舊周不到人 或者是周到人也留不久 記者朱鳳柱 吳琪稱張明哲 台北台東報導 立法院三讀通過了 行人交通安全設施條例 未來如果人行道上的障礙物 沒有依照期限來做改善 將可以處罰管理人三萬元以上 十五萬元以下的罰環 同時也要求廣設人行道 做好人車分流 行川線鋪上綠底 視覺效果更明顯 提醒車輛停等 在上學放學期間 也有行人專用石像 再搭配螢光耗製 目前不少學校周邊 都已打造為行人友善專區 只不過轉個彎 來到鄰近馬路 變電箱就出力在行人道上 十分突兀 也擋掉三分之二步行空間 而緊鄰的騎樓下 整排機車停放 行人得一路小心翼翼 穿越這些阻礙 機車還有攤車還有一些盆景 最好能夠做個改善 很骯髒 甚至一些廢棄物很多 那你走路都很不方便 立法院十六號通過 行人交通安全設施條例 將由法院規範 應提供行人動線連續的 無障礙步行環境 管制車輛降速 設置時段性行人徒步區 行人優先區 而對妨礙行人通行的設施設備 若經限期未改善 將暗次處罰 最高可處十五萬元罰還 而騎樓與人行道臨街 若未平整 且經限期未改善 也可開罰最高兩萬五千元 學者建議 出優化環境 也可導入科技設備 來強化安全 行人臨死亡推動聯盟表示 樂見相關法案通過 呼籲各地方政府應盡速盤點 人行環境 廣設人行道 優化路側設施 落實人車分流 保障行人的安全 記者宣令堅新北市報導 有台中市議員指出 台中在去年的道路交通事故 居六都之冠 這也引發了外界質疑 雖然市府努力降低肇事 但是成效看似有限 有學者就認為 這和台中有很多非典型的路口有關 台中市的台灣大道 上下班時間車流量相當大 交通相當擁擠 不少民眾覺得 開車或騎車在台中市區 必須格外繃緊神經 民眾說道路的環境不友善 加上行人和駕駛人還是有衝突 讓道路的狀況依舊不斷 根據統計 台中市去年度事故總件數是七萬兩千兩百七十九件 死傷人數為九萬六千五百二十三人 都是六都最多 而且兩項數據都超過第二名的桃園市許多 而且今年一月份 台中還是六都車禍數量最多 台中市交通局表示 根據車禍的原因調查 大隊與幼路人不守法有關 將檢討進行交通環境的改善 強化防止作為 而台灣交通安全協會則認為 台中市先天的交通環境也有關 台灣交通安全協會表示 台中市有許多多差路口 而這樣的非典型路口 相較於其他縣市更多 事故的原因不見得都是駕駛人的過失 還需要透過道路工程和駕駛教育 才能夠逐步降低 記者林健身 台中報導 丹麥首都哥本哈根擁有四百年歷史的 舊證券交易所 遭到大火吞噬 堅塔坍塌 所幸火勢在目前已經控制五人傷亡 不過官員表示 這座建築對丹麥人來說意義非凡 遭到駐榮 宛如就是法國巴黎聖母院的翻版 令人心碎 首都哥本哈根著名地標 舊證券交易所陷入火海 堅塔全面覆沒 倒下時刻令人心痛 消防員滅火同時 在皇家生命衛隊的開錄下 急救人員建築所屬的丹麥商工總會 包括執行長米凱森在內的員工 爭先恐後的從火海中搶救 數百件藝術品 畫作鏡子 吊燈及鐘錶等珍貴的丹麥十九世紀 印象派畫家克羅耶的作品 也安全了 失火原因尚不清楚 建築有很大一部分被嚴重燒毀 當局將展開調查 就證交所早已無證交運作 丹麥商工總會一八五七年起 持有這棟建築產權 並努力復興丹麥國王克里斯蒂安四世風格 該建築最初是為了茶葉跟香料等貨物貿易而建造 尖塔形狀由四條龍尾巴交纏 象徵保護住透過貿易為丹麥帶入的黃金 公視新聞黃韻人便宜 電動車大廠特斯拉宣布 將在全球裁員百分之十 大約有一萬四千名的員工得要捲鋪蓋走人 主要是面對到了中國電動車比亞迪的競爭 特斯拉今年第一季的銷量暴跌了百分之八點五 這也讓特斯拉決定裁員降低成本 能夠自動駕駛的系統 是電動車大廠特斯拉引以為傲的功能 深受許多車主喜愛 不過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十五號下午 發給全公司員工的信件中表示 將在全球範圍內裁員百分之十 大約是一萬四千名員工 自從二零二零年底以來 特斯拉員工總數幾乎成長一倍 二零二二年先後在德國和美國德州設廠 去年宣布墨西哥設廠計畫 截至去年底全球員工已超過十四萬人 但特斯拉過去也曾幾度裁員 二零一九年裁員百分之七 二零二二年也裁員百分之十 近期受到中國電動車比亞迪的競爭 今年第一季銷量暴跌百分之八點五 是新冠疫情以來首見 讓高層展開公司窮組以降低成本 執行長馬斯克也不得嫌 繼日前在德州和阿根廷總統米雷伊會面 因為阿根廷豐富的礦場有許多吸引馬斯克的誘因 下週馬斯克還將造訪印度 雖然特斯拉高層否認印度設廠的傳聞 但印度總理莫迪先公開歡迎外國到印度 投資生產電動車 面對美國與中國電動車市場成長趨緩的考驗 電動車只佔印度二零二三年汽車銷量的百分之二 政府希望在二零三零年能提升到百分之三十 不過裁員的利空消息 讓特斯拉股價週一重挫百分之五點五九 來到一百六十一點四八美元 專家坦言特斯拉正從黃金時代走向一個 真正充滿挑戰的時代 公司新聞政委委員編譯 澳洲雪梨才剛發生六人死亡的購物中心殺人案 星期一又有一間教堂在做禮拜的時候 被一名十六歲的青少年闖入 拿刀攻擊了當時正在講道的主教等人 而當時現場正在直播 所以所有的行蹤過程都透過網路播放了出去 警方已經定調是宗教極端主義的恐怖攻擊 主教步道到一半一名青少年走向獎台 並突然舉高接著場面一片混亂 案發地點是選了一間教堂 男子在禮拜時間刺傷主教和信徒 當時現場正在直播 行凶畫面全通過網路傳送出去 信徒和警察隨後壓制住兇嫌 趴在地上的兇嫌則由阿拉伯語表示 他的先知被侮辱 社區居民得知主教遇刺後 超過五百人聚集在教堂外 宣稱要教訓兇嫌 由於民眾群情激憤 警方不得不暫時將嫌犯關在教堂內 並加派上百名警力到場維持秩序 但部分失控人士仍跟警方爆發衝突 導致兩名遠警掛彩 二十輛警車損壞 嫌犯年紀後來證實只有十六歲 警方把他的犯行定調為恐怖攻擊 動機跟宗教極端主義有關 這場攻擊導致包括兇嫌在內至少四人受傷 其中一名五十多歲的受害者傷勢嚴重 索性已脫離險境 雪梨上週六才發生購物中心隨機砍人事件 事隔三天又有神職人員遇刺 總理愛班尼斯緊急出面安撫人心 澳洲情報機構則指出嫌犯應該是單獨行動 仍在調查有沒有其他共犯 目前暫時沒有必要提高恐怖威脅等級 公視新聞 涉零編譯 現代人普遍晚婚晚育 大約有一成五的人面臨到不孕症的問題 幸好臺灣的生殖醫學技術發展快速 而依照國健署的資料顯示 國內目前至少有十二點六萬名的試管嬰兒誕生 相當於是每十六位的新生兒 最有一位是試管寶寶 看著寶貝女兒的影片讓謝小姐覺得好滿足 因為結婚十多年來她和先生一直渴望有個孩子 卻未能順利受孕 直到三年前她接受醫師建議接受試管嬰兒治療 才終於求此成功 其實類似這樣的不孕症夫妻還有很多 根據國健署統計 因為不孕而需以人工生殖方式協助的夫妻 以卵巢因素佔三成四最多 其次為多種因素以及男性高丸功能退化等因素 不過臺灣試管嬰兒成功率大約四成八 累計到一百一十年為止 至少有十二萬六千多名試管嬰兒誕生 相當於每十六位新生兒就有一位試管寶寶 等到養生已經快四十歲 哇生不出來 說從不分不育不孕就連著來 所以有這樣的話她一起大概三十五歲 或者結婚 因為我補助就趕快來 政府從這個一百一十年七月起 擴大人工生殖的四款嬰兒的這個補助 那目前已經有一萬五千多對夫妻 使用這個補助 那成功產下一萬七千多名嬰兒 而在三十九年前的四月十六號 臺灣第一位試管嬰兒誕生 也因此成為臺灣試管嬰兒日 郭建樹表示夫妻如果有規律性生活 一年以上人未懷孕 建議及早就醫檢查 也可以透過人工生殖機構申請 擴大不孕症治療補助 至於未來是否將單身女性 同婚以及代理孕母等 擴大適用於人工生殖法 還有待立法院修法 記者賴書名吳嬌寶台報導 生養小孩都不容易 高雄有一名五個月大的小男嬰 受託才剛買一個月 家長就突然接獲到王姓保姆的通知 說男嬰意識不清楚 送醫之後發現頭部有多處骨折 而且內傷出血 檢方互報調查之後 認定保姆受犯重傷害等罪嫌嫌疑重大 向法院申請羈押獲捲 男嬰虛弱躺在病床上 讓人看了不捨 高雄古山發生疑似虐嬰案 五個月大的洋洋三月四號起 白天尾由王姓保姆照顧 期間家長曾發現孩子身上有瘀青 保姆說是男嬰自己弄傷 直到四月十號男嬰下午突然意識不清而送醫 男嬰被送到高醫後診斷 右側顱骨多處骨折 雙側視網膜出血 嚴重腦水腫 至今還在小兒加護病房 醫院懷疑男嬰遭虐待 檢方獲報隨即居體王姓保姆 據瞭解保姆原本照顧三名幼童 如今被羈押兩名幼童的家長得另外再找保姆 但女兒已被照顧一年的家長也為保姆說話 由於王姓保姆是登記在案的居家託育人員 高市社會局表示王姓保姆是受過一百二十六小時 託育訓練的合格保姆 無不良記錄 男嬰送脫後曾訪視並無異常 保姆目前否認虐嬰 後續將配合檢方調查 若查證屬實 將廢紙保姆登記 記者陳歡許 鎮駿高雄報導 基隆市某高中有一名女同學 近期在社群撲文 說前年十一月被一名男主任信搜 而且還有其他學生也都有類似的情況 但是通報之後 學校處理不積極 班倒還似乎對學生施壓 基隆市長謝國良表示 會請教育處限期釐清 又傳出了校園的一次性遭案件 而且受害學生可能不止一人 基隆某高中 有一名女學生在社群撲文 說二零二二年十一月 一名男主任上課聊天 不只問私人的問題 還不斷靠近 最後是頭碰頭 而且嘴巴都快要碰到學生的臉 相當不舒服 後來又聽聞女同學考滿分 該名主任還說要抱起來親三下 但上校方檢舉 開了信評會之後 就一直沒有後續 班倒還在群組裡面 張貼了誹謗罪的罪責 似乎是有意施壓 校方澄清 一切依照流程進行沒有施案 是因為中間碰上了期末寒假 所以程序比較長 而該名主任沒有和學生有授課交學關係 目前先不予停聘 但他本人請假在家 本週還會再針對此案進行討論 昨天已經要求教育處要限期的把這個事情要釐清 未來的一個懲處情形 我們還要再跟大家確認 目前這個案件已經在調查中了 雖然並非只有市政府所管學校 但我們也會持續關心這個案件的情況 全市的部分或是專業倫理的部分的相關規範 教育處表示 該校在準備結案報告 希望學校可以做出妥當的處置 並給予學生及時輔導 維護教育環境安全 記者曹彥均 陳柏玉 台北基隆報導 新北市某國中有導師在處理學生的霸凌案件的時候 通知學生家長出席 結果一名國中的男學生在走廊上 直接被對方家長呼巴掌 男學生的家長 因為工作關係沒有出席 痛批老師冷眼旁觀 根本失職 當這個巴掌下去的時候 導師大概就在一公尺的位置 你怎麼看不到 自家小孩 在校園走廊被同學家長掌握 父母看了畫面相當痛心 以至於校方和導師當下的處理不當 為什麼是在五樓的教室前面走廊 當下沒有旁邊那三位同學最後留到最後陪著他 我兒子當下其實他說他真的很想 從五樓教室前面就跳下去 我說我們接下來可能是收拾 而不是在這邊開記者會 近北市某國中處理校園霸凌相關案件的時候 衍生了案外案 起因是有男女同學發生打鬧或一絲霸凌的情況 所以老師通知雙方家長到校 男同學家長因為工作因素無法到場 只有女同學家長到場 結果在走廊談話的過程當中 男同學被女同學的家長掌握 這也讓男同學家長很憤怒 更指責老師冷眼旁觀 教育局指出目前此案在校師會議處理當中 如果該名導師由因通報而未通報 沒有善進輔導管教權責等違規行為 或請校方以高中以下教師解辯 不須聘辦法或教師成績考察辦法 進送相關會議審議 絕不款待 記者曹燕俊成博育審知名 新媒視報導 花蓮強鎮現在也讓店家的業績慘淡 根據花蓮縣政府的統計 目前的資遣通報 一共有十八件一百六十人 而勞動部是在當地開設了焊接班等職訓課程 希望能夠培育災民成為重建的人力 來到被拆除的天王星大樓附近 整排商家鐵門緊閉 齊樓空蕩蕩 零四零三花蓮大地震造成嚴重災情 原本開在天王星一樓的燕酒行被迫遷移地點 而市區的民產店雖不在災區 強震後也生意慘淡 業者呼籲政府提出振興計畫 花蓮很多都是直接相關的觀光業 跟他的家人 譬如說我可能有七八十個員工 如果我垮了 不是七八十個人沒有薪水 而是七八十個家庭 花蓮是走觀光業的 那如果沒有觀光客進來的話 自閉造成很大的一個衝擊 所以我們也很怕說有無薪假或者是裁員 員工擔憂會放無薪假 因為連走幾家名產店裡面都沒客人 強震重創花蓮觀光業 導致業者生意降到剩一成 漢平酒店及山岳村飯店也分別因建築毀損 另外道路中斷等原因 向縣府通報要大量解雇 長震導致多棟建築倒塌毀損 勞動部也在花蓮開設和接班 讓災民免征事免負擔訓練費就能職訊 結訊後投入災後復建工程 其他課程也以同樣原則優先錄取災民職訊 希望不只重建花蓮也重建災民生活 記者溫家凱陳煥與許正俊花蓮報導 花蓮北冰街六號大樓拆除當中 多數的屋主都希望能夠原地重建 但是花蓮縣府在日前召開了說明會 向災民表示善款不足 希望能夠朝向耐震補強的方向來修復 引發了部分受災戶的反彈 大綱崖持續作業 這也是花蓮市北冰街六號大樓 正在加速拆除 當地里長也是受災戶的許訓宇表示 多數屋主都希望原地重建 而北冰街跟博愛街都還有其他 可能需要拆除的建物 建設處強調會趕快評估 而同樣家園受損嚴重的 還有住宅被貼上紅丹的災民 縣府召開說明會時 直言目前善款不多 房子會朝耐震補強修復 卻引起部分災民反彈 氣得退席 他們擔心住家有安全疑慮 根本不敢住 希望能爭取重建 不管今天花蓮地方政府有沒有募到款 他一樣要一定要把所有的災損 攀點起來 如果自己沒有能力來處理的話 就應該跟中央爭取經費 花蓮的建物受損通報目前有四百零八件 紅丹佔了四十五件 不只受災戶提出重建需求 地震重創當地觀光 百頁蕭條也等待協助 只是根據縣府統計 截至十六號下午三點 善款僅目得三點三億多元 面對災民的激動情緒 花蓮縣長徐振衛表示 善款不足將與中央協調 建設處則緩夾 開說明會只是提供災民更多資訊 但針對紅黃丹大樓 仍舊希望福島走向修善補牆 記者綜合報導 北科大面臨學校用地不足的情況 相關單位規劃要把鄰近的 臺北啤酒工廠 撥用部分的土地給北科大來使用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昨天審查這個案件 最後是決議將會會整個界的意見 組成專案小組來做討論 反對者認為這一項變更計畫 跟過去核定要打造啤酒文化園區 博物館的方向是大相徑庭 痛批政治力介入文化資產保存 而另一側則是有民眾拉起布條 強調北科大會首位文資古蹟 案件如果能通過的話 一定會好好保存古蹟 而在委員討論過後 決議將會整各界的意見 組成專案小組進行討論 受到了高溫還有缺雨的影響 導致龍眼和荔枝的開花率低 連帶也影響到了蜂蜜的產量 甚至在台中有蜂農就說 今年的產量只剩下 往年的一成左右而已 而雲林的蜂農則是希望 可以比照荔枝和龍眼 宣報天然災害補助 蜂農將蜂箱打開 雖然裡頭的蜂群密密麻麻 但看看蜂巢裡頭實際有蜂蜜的 實在少之又少 蜂農很擔心 以往三月到四月中旬 是蜂蜜的採收季 但今年受到氣候影響 導致缺水和高溫 讓重要的蜜原植物荔枝和龍眼 開花率不佳 約只剩下以往的三成 連帶也影響整個蜂蜜的收成 台中市太平區的農民說 今年蜂蜜的產量 只剩往年的一成 讓蜜蜂的數量也跟著減少 蜜蜂死亡蜜原減少的情況下 讓這個蜂蜜產量減少 農苑蜜表示 臺灣中南部受到二月高溫的影響 農苑蜜開花率不佳 已經公告中部的中張投雲 四個縣市 以及嘉義 臺南和高雄等縣市 為天然災害現今救助地區 但蜂農表示 希望讓連帶受影響的養蜂業也納入 農業部表示將盡快演繹 因為過往在天然災害救助 並沒有針對蜜蜂採蜜的時候 這個花況不好的時候所產生的 應該會在四月底之前 有一個更完整的一個定案 然後就會做後續的一個公告 我們採不到蜂蜜蜜蜂就沒有東西可以吃 所以就必須胃糖給它吃這樣 然後這樣子的話我們成本也會增加 雲林的蜂農也表示 為了增加蜜蜂體力 會以胃糖的方式來肆育 但物價上漲下 連帶影響生產成本更在抬高 而最近蜂蜜的產量也只剩下以往的三成 憂心血本無歸 希望可以儘快納盡補助 來減輕負擔 臺灣極地抽集馬拉松好手陳彥博 3號在瑞典參加500公里極地橫越賽 花了六天五個小時又48分鐘 拿下了分組亞軍 也是亞洲首位玩賽的選手 在大水紛飛空曠的天地之間 陳彥博拖著23公斤裝備 展開在瑞典長達500多公里的極地橫越賽 沿路風聲呼嘯 每天長達十幾個小時 要帶著頭燈在黑暗中挺進 時而急行時而小跑 過程中睡眠時間極短 只能睡三四小時 一路飢寒交迫又睡眠不足 最後花了六天五小時又48分鐘 抵達終點獲得亞軍 成為亞洲首位玩賽選手 不過他笑稱 讓冠軍對手更厲害 五十四歲每天只睡兩小時 最後更無私傳授他的奪冠秘訣 令他感動不已 在這個比賽中也讓我認識到年紀不適限 那你保持信念才能無限 到世界各個國家參與這麼多國際賽事之後 你會發現他們只訓練跟生活水平 如果能夠去達到平衡的情況下 那其實競技的運動年齡可以很長的 那尤其是超耐力的運動項目 抵達終點前正臂疾呼 陳彥博說還沒有笑容 代表狀況不錯 這一次賽前增胖賽後急劇瘦了 六點五公斤狂睡十五小時 對健康影響不大 用無盡的意志力自我支撐 沿途偶見天邊極光 回首看到母親祈求的平安符 她撐過煎熬與難關 在北極圈再次突破自我 記者林靜媒陳昌回台北報導 各式各樣的彈珠台成為一種時代的流行 雖然現在手機和電腦安裝的虛擬彈珠台 搶佔了大部分的市場 但是不少國家現在都陸陸續續出現了年輕一代 開始熱衷彈珠台的現象 被業界認為是彈珠台產業的新希望 二十歲的澳洲女孩艾蜜莉 正專心玩著父親收集的彈珠台 當老爸的還不時從旁給她意見 現在的投幣式彈珠台 大約起源於一九三零年代的美國 年紀和艾蜜莉的阿公差不多 由於被部分地方政府認為屬於 賭博性玩具一度面臨被禁的命運 但加州最高法院在一九七四年判決 相關的禁令本身就違法 而且違憲彈珠台產業重現生機 經過幾十年的科技發展 彈珠台加上了電子控制板 以及多彩多姿的聲光效果 配合多元的平面與立體機台設計 吸引各方玩家 不過進入智慧型手機的時代 更多的彈珠台遊戲以虛擬的方式 讓傳統的彈珠台面臨新一波的競爭 不過對某些玩家來說 傳統彈珠台有它無可取代的魅力 而且已經跳脫了娛樂 成為體力和心智的考驗 雖然彈珠台起源算是相當早 但可以看出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三個十年 它不是老人家專屬的娛樂 在這些中年大叔的眼中 有更多澳洲的艾蜜莉和美國的約束亞 投入熱情 彈珠台才能真正上得了台面 這個產業才有未來 公司新聞局長編譯 我們一起來關心今天各地的天氣預報資料 中文字幕提供 來看今天的空氣品質指標 感謝您收看這一節的公視早安新聞 我是朱鳳志我們明天再會 明天再會 明天再會